圣经这个也很有 这个也是很 很很很好的问题 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 是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要求要爱妻子胜过爱父母 若与父母住在一起 当妻子与父母意见相左时该如何协调 后半的问题是问弟兄 做丈夫的 好那我们开始来 这题我先好了 这题我先好 我最有感受了 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 是不是要求妻子生活 我觉得你年纪越大越去读圣经的时候 然后回想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圣经真是非常非常懂人性 不过我也不surprise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人就是神造的 所以神比我们更懂我们自己嘛 所以圣经就是 就是由一个很懂我们人性的人所 开始我讲的话 对 与妻子结合要离开父母绝对不是说爱妻子胜过父母亲 而是说因为他的重点是说 因为你跟妻子结合又就是要建立一个家庭嘛 那那那生经里面还是觉得说一个家庭就是两夫妻两个人独立然后接下来就生子 然后这个这个家庭我觉得这样才比较不容易不正常啊 那那那如果如果你还要跟父母亲这样格格格顶这位尤其是尤其是中国人的父母亲我想犹太的父母亲应该跟中国父母亲一样 也对于子女也是蛮有兴趣去干涉了 罗一罗嗦了一大堆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应该搬出来自己 那我很幸运 虽然我父母亲他们是受到很 非常非常日本式的教育 可是这一点呢 他们还还蛮开明一直叫我们要搬出来住 可是 父母亲就父母亲 你知道我父母亲曾经有一次跟我说 他说我跟他说 我下个礼拜要跟我太太回徽宾 你知道他跟我说你不能说回 因为 你是你太太嫁给你 所以你不能说你要跟他回去徽宾 你只能跟他说 你跟他要去徽宾 说回是你太太 要跟他的父母 就是说我要跟Jerry回台湾 才叫他回 我都快昏倒了你知道吗 那种事情他也这么care 但是我是不跟他们那个 所以我是觉得说是一家庭 那第二点如果父母亲住在一起 我刚结婚的时候呢 Yvette跟我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Yvette她自己 她的原生家庭都在徽宾 等于她在 美国呢 就只有我是她的亲人 所以我有一次呢 我就跟她说 我说Yvette 我虽然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可是如果你内心里面 有什么委屈 从我爸爸妈妈那边来的话 你跟我讲 我绝对不像一般的中国的小孩 都是叫你要忍耐 然后呢 也不敢去忤逆父母亲怎么样 我说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那我太太就有点感动 跟我说好 可是 你也知道我太太是一个那个 个性非常温柔 温柔的人 大概也是 也是没有 可能也没有真的发生事情 因为我每个 我一个月都会问到一次说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委屈啊 有委屈的话 你一定要讲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协调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当儿子的 你一定要公平啊 你一定要公平啊 虽然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孝顺孝顺 可是我们还是要爱妻子啊 所以我们公平 我觉得 我们常常公平呢 父母亲跟那个妻子 都能够看出我们的公平 反而这样比较好协调 你不要这样 让另一方面 甚至说我们都一直站在妻子的那一边 然后让父母亲忍耐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 所以一定要公平 这就是我的看法 OK 谢谢杨长老 可以请高牧师吗 这题 好 这题说 OK 夫妻 离开 离开父母之后 然后 和妻子 成为一体 什么叫做一体 两个人成为一体 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 OK 他的主要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 在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 结婚之前 丈夫过丈夫 丈夫过丈夫的 妻子过妻子的 两个人有不同的风俗 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 什么都不同 然后他们结合之后 要成为一体 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人 这个就是 主要的意思在这里 所以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很好 那我不知道 出题目的人 是不是有问题 有真的个问题 来出这个题目 就好像 但是上次我们的研讨会 讲到自杀的问题 我心里想是不是有人要自杀 想我会 这次要离婚的 是不是要出这问题 我想我在这里 争取一个机会 给大家一个 跟彼此的一个勉励 就是说 人生是在短暂 非常的短暂 几十年之后就过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个妻子 你一个丈夫 要好好珍惜 好好珍惜 不要为一些小事情 发牢 不要为一些事情争吵 为何不像 李长老 李长老娘这么好 每次看到他们 就好像很恩爱的那种 那种那种 好像 好像 结婚这么久的 还在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那个是才是 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 应该争取的 所以今天的问题呢 我希望以后都不是问题 都是成为一个 那当然 我们在 我们夫 夫妻结婚之后 然后呢 那个 然后就成为一体 我们要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 就是说 我们 要 爱妻子 老师整个 我是觉得应该 爱妻子过于父母 就好像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很爱我 我那个双胞女儿 非常爱我 那我当女儿还没结婚 所以她非常爱我 小女儿也非常爱我 可是 我 我希望她跟爱她的丈夫 爱她的 她的孩子 审自已过于我 我不会嫉妒 我觉得她应该爱她的 三夫归妻 所以我们做长辈的 我们做长辈的 就要鼓励他们 给他们夫妻 家庭幸福 所以不要干涉他们太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说 我们做长辈的 那 同样的 我们做长辈的 刚才Jerry讲 要有责任 要协调 协调 尤其是佛系 之间的 的不平衡 我们做长辈 要有这个责任 要协调 我感谢上帝 我的 我的太太 跟我的 我的妈妈 他们的关系 好像 母亲 跟女儿的关系 我们看到 那个 我们读的 路德记里面 跟奥比里面 一样的 婆媳之间 好像 母女的关系 母女的关系 所以我们想 当妻子和父母的意见相比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协调 作为一个丈夫 要很聪明 要有智慧 协调 然后就让这个 这个这个家庭 充满着爱 充满着美满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请一下 陈长老 您可以对第三个案例 有些回应吗 这个题目是 真的是很好 很好的题目 刚才这个 杰林他讲了 这个 圣经真的很懂得人性 当然 因为人是神 神创造的 对不对 所以他的话语 我们 他都知道 我们要想什么 他 打开就有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 创世纪 第二章二十四节 就是刚才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还有在 以福所思里面 第五章二十三节 也是这样讲 为了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成为一体 这个神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要你离开 谈到这个离开父母 所以要你 不孝顺父母 这个是绝对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 摩西的十节里面 第五就是这个 你要孝顺父母 这个早就跟我们讲了 所以经典 我们不要去怀疑 看这个经典的话 你就会怀疑说 怎么搞的 叫我们离开父母 这是刚才Jerry讲的 其实神的意思是 在一个建造一个新的家庭 新婚的家庭 他和这个父母 兄弟姐妹 共同生活的时候 这个新的家庭的一切事情 这个自主权 应该属于这个新婚的家庭 这样的话 当然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可惜在大陆里面 不是大陆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 几代 住在一起 对不对 那结果 那个新婚的 不晓得在做什么 这个 这个 在喊口号 喊号令的 就是那些兄弟姐妹 他的兄弟姐妹 或是他的嫂沙 他的什么 所以乱了 这个乱了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 这个 这个圣经里面 他这样讲 所以 可以说是 夫妻 是要领受一个新的主权 来建立一个家庭 然后呢 他们可以自主的 来经营这个家庭 所以 这个家庭的分子 好像那些 兄弟姐妹 还有这个 父母 他们呢 要服从 这个新的家庭 来经营 这个家庭 这样一定 没有事 他的问题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陈长老 是的 确实是这样 我们可以邀请一下 王长老吗 给我长老 这个问题 因为我妈妈也在做 我相信 她也很想听听我怎么讲 首先 这个 妻子如果跟我太太 意见相左 当然第一件 要赶快祷告 这件事情不要发生 那如果 如果真的发生呢 其实你不觉得 这才是让生活 都变得多么有趣 那么 我个人是觉得 不需要协调 因为他们都是对的 我自己出生的时候 跟着两个双胞胎姐姐 一起出生 我看见我两个姐姐 其实他们 虽然是同卵的双胞胎 但是意见也会不一样 那么最棒的就是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所以 长话转说 我也没有要规避这个问题 我很感谢主 因为我的妻子 跟我的母亲都信主 所以我们看上帝怎么决定 我长老非常的幸福 妻子跟妈妈都信主 那神彼此 有圣灵来带领 他们的家 他们对为什么 大王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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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